其实自己也参与过很多次的选举活动 甚至参与过选举后面的一些作业 我们都知道其实市长的证件 经常是别人写出来的 经常是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 甚至是一些竞选公司的人写出来的 这些计划 证件跟支票 其实都不是来自这市民 我一直觉得一个城市里面 只有市民最了解自己的城市 并且最了解这个城市 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样更新的希望 或更新的期待 或能改变他们未来的生活 所以小市民的意见 其实才是这个城市真正需要的意见 我想其实任何一个创作者 他最需要的东西就是一个非常开放 而且自由的创作原地 就像我们以前常常彼此开玩笑 我们每个创作者都在心里面 自己有个警总 警备总部 就在创作之初的时候 好像自己已经知道 这个地方或者这个政府 会给他们什么样的限制 台湾对拍片者最不友善的地方 就是台北市 当然他们生活大概很紧张 或是大概很严肃 我们每次在拍片的过程中 只要在马路上即便有申请 大概机器架 就永远有警察来 因为有市民就打电话去抗议了 就说怎么拍片已经交通 其实没有那都是申请的 所以比较起来 这有一个城市行销的时候 所有拍片人最不喜欢拍片的地方 叫做台北 甚至包括你在捷印上拍片 我那个申请非常困难 然后你稍微什么延始什么东西 就被登记为违规什么 都直接里面不能再申请 那比较起来其实像 我这样说好了 其实像高雄 或是其他城市 他们基本上会比较友善一点点 他们会给他协助这样 给拍片者很多协助 其实我常常觉得 其实像纽约这样的城市 应该比台北更忙吧 我们在纽约市常常看到 晚上甚至白天整条街道 封起来是让拍片的人拍片 我觉得当然他们必须要付出某些代价 但是最主要的东西是 这个城市要知道 很多创作是可以让这个城市加分 甚至为这个城市争光的 所以任何创作者在这个城市里面 如果有机会去执行 比如像类似拍片 甚至写生等等的一个工作的时候 希望这个城市 还有这个城市的政府 能够有一种规划 是让他们可以执行更方便 还有也期待所有市民 能够用更开放的心胸 去看待这些创作者 市长给问吗 等你一起来问